一人陈湘妮与歌手适合先结婚后 去年迎来女儿的诞生 日前她带女儿去打了卡戒苗 五合一 B型肝炎一共三剂疫苗 还治了口服轮状病毒疫苗 不料女儿回家后 当天晚上7点就开始发烧 最严重的时候高达40度 一直到隔天晚上11点才终于退烧 由于这是宝宝第一次发烧这么久 全家人都很心疼 身为妈妈的她更是完全不敢休息 索性女儿最终平安熬过 此外陈湘妮也分享宝宝发烧时 一定要乖乖喝退烧药水 以及贴上退热贴 使用温水洗澡 擦拭身体降温 还要每小时量体温 最重要的就是补充水分 她也心疼表示 不应该让宝宝一次过 施打这么多疫苗 引来不少网友留言安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